王Sir 去了哪裡? 泰國青米掃貼紙 泰國國王崇尚佛教 蘭羅國王視佛祖為天神 第一個國王建造青萬寺之後 歷代國王都大興土木 建設寺廟顯示自己的虔誠 掃貼紙是泰國著名的佛教避暑聖地 青米人一生一定要參拜一次的寺廟 相傳從德子的佛骨舍利列成兩塊 真人將其中一塊放在一頭白色大象背上 任由白象四處走動之後 選擇了一處地方 在這地方再建一座寺院 白象其後走到掃貼山停下了 真人選擇了掃貼山興建了掃貼紙 掃貼紙位於青米舊城區西方偏北 去舊城區中心約15公里 車程半小時以內 因為海白1677米的掃貼山不明 掃貼山是佔地261平方公里的 青米動物園所在地 有超過8000種野生動物和鳥類棲息 掃貼紙建於1383年 又叫雙龍寺 樓梯兩旁有娜加和馬卡拉兩大守護者 娜加是龍頭蛇心 馬卡拉就是鱷魚 通常形態是娜加在馬卡拉口伸出來 娜加和馬卡拉用青綠色的圖磚砌成 雙黃色輪格 身長的150米 階梯代表彩虹天橋 一個306級 象徵在人間通往天堂 數字正門入口右手邊是纜車站 不想走三百多高樓梯可以坐纜車 纜車是一部有冷氣升降機 沒有座位 由底邪人到頂大約1分鐘左右 纜車站外面是公佈六百多年來 掃貼紙高增的群像 右側一棵菩提樹 樹下開滿蘭花 傳說是當年佛陀五代菩提樹 泰國真人超渡時採疫時針 右向左環繞寺廟 入寺廟時 適而用順時針 即是由左向右參觀 旁邊有一個巨大金身真女將 竟然當年薄命的化源 將廣經無德的款項 全數用來建子的高增 泰國人相信星期一到星期日 各有不同的守護神 根據自己出生的一天是星期幾 參拜屬於自己的守護神 寺廟大電和寫尼金塔之間 有代表守護一個星期七日 七座不同姿勢佛像 是每個泰國人出身 寺廟有守護佛 掃貼紙分前庭和中庭 前庭有花園和宗教雕像 廟宗等等 在這個範圍可以穿鞋遊覽 中庭公共佛陀寫來的金色寶塔 入樽宗之前要脫鞋 不可以穿暴露服飾 一定換上長褲或長墳 寺廟外面有沙龍租給遊客 紙裏面有一張雞的照片 是和尚發源得來沒有吃到的 為了感恩每當遊客穿不合規定的服飾 這隻雞就出來撞他了 泰國屬於小城佛教 和尚可以還俗 對婚是沒有限制的 只要心懷吃的時候 是充實緣去的意念 不是因為美味加藍而吃就可以了 小城佛家不採用土壯 是用火壯的 骨灰至於廟裏 這樣靈魂才會升天 掃貼紙有三件寶物 一佛塔供奉釋家牟離佛的捨離 二九世王所鎮魚的水晶蓮花 四周用各界捐制寶石 相處而成至於塔頂 三正殿的釋迦馬尼佛像 奉義層層金箔的 金頂緬甸式舍尼佛塔 高22公尺 建於中央平台 是附介最高地標 四周有金扇墓池 搭配花紋地磚莊延縮木 平台上還有碧玉佛像 和角色黃金發器 幾座廟堂 環而在平台下面的四周 信徒會雙生合十 在手指上夾上一朵 以順時針方向 繞捨離佛塔三圈 祈願和祈福 主電不是很大 供奉釋迦馬尼佛 高震為善信 還經祝福灑聖水 把白色的麻繩綁在手上 在泰國 女性是不可以觸碰真人的 講白色麻繩一陣 可以由男性朋友 或者致遠的人員協助 三日之後 將繩拿下來收藏 是一種庇佑 如果一直帶著白色麻繩 直到脫落 據說都是黨災的 至於後方有一個觀景平台 可以遠眺欣賞整個青米風景 掃貼紙別名雙龍子 開放時間上午8點到晚上5點 門票30泰銅車單程20泰銅 搭藍車加掃貼紙門票50泰銅 請停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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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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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